騎士在路口等待執行車通過 準備左轉 沒想到下一秒 後方的轎車駕駛 長按喇叭 攔下騎士 還開窗標罵三字經 在拔什麼了 很高興啊 很高興 說一嘞 駕駛啦 怎麼樣 駕駛莫名狂拔騎士 又亂噴髒話 嚇張態度 讓騎士更火大了 人家執行車要過 你左轉 然後呢 你要左轉 你要轉去啦 撞牆壁啊 駕駛嗆完 就自行開車離開 完全不把騎士當一回事 這起糾紛 發生在二十六號 深夜十一點多 新竹東區南大陸 駕駛疑似不滿 騎士左轉過慢 突然怒怒正發作 開窗直接飆罵 另外在桃園 還有騎士 差點被貨車撞上 貨車駕駛下車 和騎士兩人爆發口角 我桃園被慢慢過來 你開五塊幹嘛 我開五塊嗎 三十四十五塊 事件發生在桃園龍潭 一間鋼鐵公司 雖然雙方起了口角 不過後來有人出面勸駕 加上地點位在私人土地 警方也沒接到報案 不過駕駛說自己趕時間 讓騎士質疑 趕時間就能不顧他人安全嗎 開五塊幹嘛 行車上路 還是要遵守規則 才能平安回家 記者何孟謙 劉志展李宗澤 新竹桃園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